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我想继续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华为这件事情 尽管华为这件事情呢,可能这个热度已经下去了 我昨天呢,做了一个视频 虽然说那个点击量呢,不太高 但是呢,还是引起来了一定的争议 我看到呢,有人就是还在继续说这位员工 我昨天的视频呢,主要是说了这么几点 一个呢,就是关于这位李洪源 关他251天,这个过分不过分,错没错 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国家赔偿 是不是正确,这个决定是不是正确 然后第三呢,就是关于政府 还有社会公众,有没有站在华为一边 有没有偏袒华为,这三个方面来说的 那首先呢,就是关于251天这件事情 有的人呢,就是说 哎呀,你都没有证据就关251天吗 关于这个关251天这事啊 它是分两个方面来说的 一方面,就是关他对不对 第二方面,就是关多少天出格不出格 首先呢,我们就说这个251天 他出格不出格 有的网友呢,私下呢,跟我进行讨论 一开始说,哇,你那个举个例子 刘强东啊,周立波呀,还有唐爽啊 人家都没有关那么多天 人家都保释了 但是中国的这个呢,关了251天都没有保释 这个呢,得这么说 你251天呢,就是有没有超过警察的这个界限 首先我说这个 昨天我就说,这251天呢 并没有超过警察的界限 有的网友就说了 哎,这是顶着格的 那顶着格也没超过 就算是顶着格,但是没有超过 警察呢,在这件事情上 没有犯这种低级错误 这是其251天,没有出格 然后第二呢,就是关于 有人就说了,没有证据就抓人吗 他是这样的啊,我给大家讲一讲 警察抓人和判决一个人有罪 他的标准是不一样的 警察为什么抓人啊 警察就是怀疑 怀疑这个人犯罪 就可以抓人 是怀疑,请注意啊 如果是你回忆一下刘强东的那个案件 那个女孩就去报案 他就说呢,刘强东强奸我 刘强东那个案件呢 我再帮大家再回忆一下 他就是当天晚上 是那个女孩的朋友 他报的案 那他报案之后呢 警察就来抓这刘强东 进了那房间 就把刘强东 双手靠着 就带走了 好像是连鞋都没穿 就给他带走了 这是警察 因为有人报案 那他去了以后看到 哇,他们两个就是在床上啊 对不对 警察就怀疑 他确实是强奸 就马上把他靠上 就这个理由 已经充分了 就给他靠上 但是靠上之后呢 你问问那侍主 那侍主就说了 那女孩就站出来说了 哎呀,这是误会 这完全是一个误会 那既然侍主说 这完全是一个误会 警察当然是没有理由 还继续靠着这个强东 就把他放了 那之后呢 这女孩呢 又反悔了 又去找警察 告诉说 哎呀,其实他就是强奸 其实他就是强奸 好,警察再次又把刘强东找来 就是因为这个女孩呢 指控这个刘强东强奸 而警察呢 也知道他们两个 就是在床上 对不对 看到差点在床上 那这时候 警察可不可以怀疑 警察就怀疑 这个呢 就有可能是强奸 请注意是有可能 并不是说就确定 他不能确定 有可能 然后再次把刘强东又抓起来了 抓起来这回呢 还办了相关的手续 就把他入了监狱了 入了看守所了 在看守所呢 就都有那些个手续的 但是呢 之后又提讯刘强东的时候呢 刘强东又说了 啊,其实他之前他都说了 是一个误会啊 他确实是一个误会啊 刘强东又跟他说了 前因后果整个的这个细节 那这个时候呢 警方就觉得说呢 哎,这也是有道理了 然后又考虑到呢 这个刘强东 他是一个这么大的一个企业家 这么大的一个腕 然后呢 就把他放了 放,但是有前提的 警方就是说 你不能离开美国 你不可以离开美国的 我们对这个案件呢 这个案件并没有销啊 我会继续做侦查 继续搜集证据的 但是呢 他们有可能这话说的呢 不够明确 然后手续办的呢 又过于清帅 这个刘强东完了以后呢 他就离开美国了 刘强东都已经离开美国了 然后这媒体就知道了嘛 有媒体就去问 那个警察的发言人 问他说 刘强东可以离开美国吗 那发言人还说了 不能啊 不能啊 他随时应该回来 接受调查呀 但是刘强东 撒丫子 根本就不打算回来 关于这一点呢 有的人就说 那个刘强东没有道理去诉美国政府 说那个国家赔偿的 因为警察就没有积压他 警察都没有积压他呀 警察两次给他戴着手铐啊 戴着手铐就叫积压呀 戴着手铐不叫积压 那叫什么 给刘强东戴着手铐 限制他的人身自由 这不叫积压 刘强东叫什么 就是说你对这件事 首先是一个认定 警察有没有积压他 警察积压他错还是不错 这是一个性质问题 至于说他是一天 两天 还是251天 这是一个数量问题 说刘强东到最后 也没被起诉啊 跟这个李洪源 是类似的 李洪源呢 被扣了251天 刘强东呢 就是限制他人身自由 只有一天 一天或者两天 或者一天半啊 他之后呢 那个警察放他 警察绝对是犯了一个错误 警察后面的工作 非常的被动 有记者呢 去跟他核实 我也曾经联系他们 跟他们核实 他们的说法呢 都还在继续 对他进行调查 都说是呢 刘强东不应该离开美国境内的 但是呢 他们已经失控了 他们是没有办法的 当时他们就不应该把他放走 但是他们当时呢 就过于轻信他了 就把他放了 还以为他不会走呢 结果呢 他撒压子就跑了 到最后呢 警方经过搜集证据 到最后决定说 就对他因为证据不足 而没有对他实施这个起诉 没有控他 跟李洪源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再说 就说他们两个人的情况 是一样的 因为什么可以提起来 国家赔偿 只有国家犯了错误 才可以赔偿 如果国家没有错误 他是不会赔偿的 美国也有国家赔偿法 美国呢 就像刘强东这种情况 到最后呢 没有公诉他 有的是 刘强东这个案件的时候呢 那会儿我就给大家 曾经讲过一个案例 就是在美国的东部 有一个大雪 有一个女孩呢 她就有一天 她就控告两名男生 说这两名男生呢 强奸了他 然后警察呢 就把这两名男生 就抓走了 这一抓 就是两年多 还没有控告他 压了他两年多 还没有控告他 他俩 然后就是 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 就是在收集证据 结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女孩的闺蜜 就出来告密 就说这个女孩 曾经跟他的闺蜜说 哎 那两个男孩 其实没有强奸他 他跟他们两个 发生关系 是玩一个游戏 是自愿的 这个女孩 出来告密之后呢 警察就把这个女孩 给抓走了 抓走之后 这个女孩呢 就承认 他确实是诬陷 那两个男孩的 可是两年多的时间 过去了 给那两个男孩呢 也造成了 很大的伤害 而且这伤害呢 也都是不可逆转的 但那两个男孩呢 并没有要求 国家赔偿 为什么 因为警察没有错啊 警察没有错 错在这个女孩 警察是没有错的 根据那女孩 当时的报案 警察当时就认为 这两个男孩 可能是强奸 然后对他俩进行调查的 警察是没有错的 警察就是那么认为的 当时怀疑 警察抓人 他用不着说 我证据确准我抓人 而是怀疑 有理由怀疑 有理由啊 因为这女孩的报案 然后他们三个人 在那厕所里面 发生了关系 这女孩说是强奸啊 那这就是理由啊 怀疑啊 怀疑 涉嫌 强奸 就可以抓你啊 然后继续调查啊 这李洪源就是啊 李洪源就是 这个华为 来告他 说他敲诈勒索 他们一定不会说 跟警察就说了 敲诈勒索 这四个字 一定是说了 哎 这个李洪源呢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掌握了华为的一个短 就是做假 掌握了他做假 然后呢 他就要挟我们 以某种方式 或者某些方式吧 要挟我们 让我们给他钱 然后呢 我们也给了他钱 这就是敲诈勒索呀 敲诈勒索的犯罪要件 就是用你手里面 掌握的别人的短处 来换取某种利益 这就叫敲诈勒索 那在这个情况下 警察就有理由怀疑 这个李洪源 就是犯下了敲诈勒索罪 就可以去抓他 这种抓 就是合理合法的 如果在美国 也一样会被抓 那之后呢 在搜集证据的 这个过程当中 一直对他扣押了 251天 这个搜集证据到最后 这个检控机关 我昨天那个视频说的 那个这个不准确不对啊 就是这个案子 并没有到法院 不是法院说不欲立案 而是这个检察院说 这个证据不足 我们压根就不想起诉他 就跟刘强东那个案子一样 证据不足 不想起诉 起诉也赢不了 所以呢 不起诉 因为不起诉 所以呢 就把他放掉了 而且他们掌握的呢 可能也是觉得 为什么在那会儿 把他放掉呢 可能也觉得 如果再积压他的话 这已经是上线了 我都没有理由再积压他了 所以就把他放掉了 但是呢 这个李洪源 事后呢 就要求这个国家赔偿 说你既然没有控告我 既然是你证据不足 你积压我251天 限制了我的人身自由 那就应该赔偿我 我认为呢 这个警察靠着他 没有问题 251天也没有问题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检察院做出来了一个 国家赔偿的决定 而且国家赔偿的这个决定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证据不足 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 国家赔偿 不应该说 以起诉他 能不能以赢为标准 而应该是 就是国家有没有犯错 在这个案子 因为他还没有到法院 就是你公安机关 和检察机关 有没有犯错 根据检察机关的这个决定里面呢 他做出来国家赔偿的理由呢 就是因为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 事实不清 这是一个继续调查的一个理由 但绝不是一个犯错的理由 犯错的理由呢 就是比如说刘强东那个案件 明明那个女孩就说 没事 这事主说 这是误会 这纯粹是误会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还扣着刘强东 这就是错了 你哪怕扣一天 你也是错 不在于扣多久啊 请注意 有的人就说 哎呀他那就一天 他251天 有扣着251天吗 不在于多少天 首先是定性 如果那女孩都说了 这不是抢家我们两个自愿的 我自愿的 对吧 警察如果这时候还扣着他 那就是错了 这就错了 你哪怕是一天 也应该赔偿人家 刘强东 但是呢 警察并没有犯这样错 这女孩当天是说 哎呀这是误会 那警察就把他放了呀 还给他送回家 送到那个酒店 而是第二天 这女孩又反悔了 女孩说 哎呀昨天 我可能是不知道 因为什么吧 说了那样的话 其实不是事实 这个事实呢 就是强奸 他就是强奸我 那你在这种情况下 警察就应该会怀疑说 有可能 有没有这可能 有这可能 刘强东是强奸了他 所以现在警察就把他抓了 这个理由充分不充分 充分 警察抓一个人 有怀疑他 对吧 这是一个有理由来怀疑他 就可以抓他 就充分 李洪源这个就是 就是说警察和华为之间 当时华为去报案的时候 他们的话到底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不知道啊 我们不知道 根据检察院的这个决定里面 所叙述的 我认为警察没有任何错 那你来报案 你说他敲诈勒索你 我听了你华为的叙述以后呢 我就有理由 把这个人抓来进行调查 他有这个可能性啊 不是说到最后呢 一定能证明这个人 他是有罪的 不一定 你有可能警察呢 调查了半天 搜集了半天的证据 但是呢 这些证据呢 证明不了这个人是有罪的 检察院呢 有可能到最后就不起诉他 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 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并不是说公安局的警察 以及检察院就错了 并不能这么说 那还有这种情况呢 有的人就举例啊 还有这种情况 就是说你当时呢 抓一个人 比如说美国的那 OJ Simpson那个案件 那警察呢 就抓了这个OJ Simpson 然后呢 搜集了大量的证据 然后那个检控官呢 就觉得 哇 这个证据呢 真的是很充分 这个OJ Simpson 是跑不了了 当时呢 就公开开庭 开这个庭 全美国人 甚至于全世界的人 关注这个案件 都认为这个OJ Simpson呢 就是他杀的 他跑不了的 结果没想到 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他那个手套 就戴不上 其实这是一个失策 现在好多人 都在研究这个案件 当时那个检察官呢 就不应该允许他 在当庭试戴那个手套 因为你一个手套 一个人 哪怕就是你自己的手套 更何况 你打棒球 那个手套 它是可灵可莽 一定要合适 一定要合适你这个手 然后你打球的时候呢 才会好使 如果你光里光当的话 那个手套就不合适 你说你这样的一个 有弹性的一个手套 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 有弹性的手套 这个手不去配合 那个手套的话 你很有可能戴不上 OJ Simpson那个就是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呢 检控官就犯了一个错误 就让他去试戴那手套 结果呢 他说 呃呃呃 死活就戴不上 啊 这个时候呢 你就给了那个陪审团 那个陪审团说 呦 这个手套他戴不上啊 他要戴不上就不是他的呀 那要不是他的话 他就不是凶手啊 你无论如何 这就是一个合理的疑问呢 那一罪从无的这个原则 一应用呢 我能有合理的疑问 就不能判他有罪呀 就判他无罪了 就判他无罪了 这种情况是会经常发生的 这个OJ Simpson也没有牛脸去告 国家赔偿 有很多人在审判的过程当中 被宣告无罪了 那还有很多人呢 在一审的时候判他有罪 他上诉 上诉到二审以后呢 呃 判他无罪了 那这些呢 你要是要求国家赔偿的话 有很多是赢不了的 为什么呀 因为你就要证明 当初他抓你的时候 那个警察是不是说抓错了 是不是不应该抓你 是不是没有理由抓你 还有呢 就是检察院 是不是没有理由起诉你 法官和那个配审团 是不是没有理由判你有罪 而判你有罪 这些东西都很难证明 为什么 因为警察他抓你的时候 是因为他相信 你就是嫌疑人 他才抓你的 你证明不了 这警察当时明知道不是你 明知道不是你 然后非得抓你 你证明不了 然后检控官也是 你证明不了 检控官明知道你没有杀人 然后呢 就就抓你就诉你 还有陪审团 你证明不了那个陪审团 明知道你没有犯罪 而非要判你犯罪 这个例子呢 是他呢 确确实实杀了人了 只不过是证据不足 证据不足 没有判他 或者到最后推翻 那还有的情况呢 就是就跟那个中国那个 聂书宾人了 在美国也有 经常会有这样的案件 那警察搜集了这些证据 然后警察 这些证据呢 就指向他就杀了人 证明了他杀了人 然后检控官觉得 这些证据可以 能赢这个案件 然后就控他杀人 然后到了法庭上的呢 就说服了那个陪审团 大家就一致认为 就是他杀的 结果到最后呢 因为某一种原因 因为某一个案件 就牵出来了 真凶浮出水面了 真凶出来了 牵出来 哇和这当年的那个案件 真凶在此 那就还明显 就是经过审理呢 就证明了这个才是真凶 那如果是这个是真凶 那那个就不是真凶 那那个就判错了 还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国家赔偿都不见得能赢 就是因为 你很难证明 这个警察 检控官 还有陪审团 法官 他们犯了错 你很难证明 他们犯了错 因为按照那个程序 当时放在大家面前的 这些证据 就指向他 大家都没有犯错 这里面没有任何人 有这个故意 或者是有过失 都没有 那你这个国家赔偿就赢不了 但是有的时候呢 即便是说 证明不了 这些个环节 任何人有恶意 或者有过失 但是呢 是不是出于 一个同情 对他进行补偿 我觉得应该会有吧 这个我没有去查识啊 我觉得可能是应该会有 而不是他冤枉了 对不对 但是我也看到了 有案件 前两天我就关于 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 有美国有一个前女警察 也是被冤枉了 他还跑到加拿大 后来给他逮回去了 后来呢 就是事实不断的浮出水面 其实就指向他被冤枉了 但是呢 他也没有去要求 这个国家赔偿 他就隐姓埋名 然后过他的安静的生活 到最后年纪轻轻的 还死掉了 那是那个案件 那个没有要求国家赔偿 就是说到底是什么呢 说到底呢 就是如果判国家赔偿的话 国家要有错啊 赔偿也要有错 补偿是另外一回事了 而这个错呢 证据不足 一定不是错 但是呢 我听说 我也观察到 中国现在呢 还蛮重视一些冤枉的案件的 国家赔偿的案件 好像还蛮多的 不管他对还是不对 比如李洪源这个 不管他对还是不对 中国有这种 一方是华为 一方是一个员工 然后呢 能没有一屁股坐在华为这一边 这怎么着 这种公平公正的体现 其实还是应该点赞的 但是我认为 作为政府 不应该去迎合社会舆论 像李洪源的这个案件 我认为 检查机关做出来的 这个国家赔偿的决定 我认为过于轻率了 有可能是迎合了社会舆论 有的人可能说 那会儿社会舆论好像还没有 对吧 李洪源这个案件的 引起了社会上的广泛的关注 就是因为 他这个国家赔偿的判决书 被有人发到网上了 才引起来了广泛关注 但是做国家赔偿决定的时候呢 还没有社会舆论 但是呢 中国政府是这样的啊 虽然说当时还没有社会舆论 但是呢 有时候他怕引起社会舆论 我认为这个国家赔偿的 这个决定呢 很有可能是 他们怕引起社会舆论 而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 我认为这个决定是不对的 而我这样说的原因呢 就是警察没错 警察有什么错 在这个国家赔偿的决定里面 他的理由就是 事实不清 证据不足 这不是国家赔偿的理由 这绝不是 如果说检察机关 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他这个决定就是错的 关于李洪源和华为的这个纠纷 是华为是恶人 还是李洪源是恶人 然后我另外的一个视频呢 我还想再跟大家讨论讨论 这个视频呢 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感谢观看